轻轻地捧着你一笔脸 为你把眼泪擦干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不在乎的 为加强奔奥姆子市的社会治安 政府派出国家宪兵队进入保护区 第十二号国家宪兵行动基地 也出现了房货物资短缺 华人超市商会也给他们送去护目镜 酒精胶 口罩 酒精 医用手套等物资 隔着生死的一道门 我保证不离不弃 最难舍是这份情 在你面前我要淡定 唱起多少个黑夜 绝不让生命交停 我们坚信 有爱就回忆 你有多痛 我只能保护区 宪兵队指挥官Roses Wang 对前来的黄汉清会长等人说道 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 得到了你们的帮助 我们会永远记住 这是我们街道的第一项抗疫物资 先行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 负责QAMS是消防安全和实时消毒 及病患监护处理的该市消防总局 合理期间工作人员一直是24小时坚守岗位 随时奔赴水发地点 近期推进次数很多 导致了防护物资严重不足 真情受啊 长江风和水流场 我们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商会及时将口罩、护目镜、酒精、医院手套等防护物资送到他们手中 使他们能够安全地出现在抗疫现场 该局局长Pasco-Lale Young Joe先生表示 我们消防局和QAMS华人超市商会是友好固件单位 过去我们有过很好的交往 现在非常时期 你们及时送来抗疫物资 让我们非常感动 谢谢你们的帮助 我们会像兄弟一样友好相处 在阿根廷疫情中 当地华侨华人表现出团结合作的力量 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新冠疫情阻击战 中国打上半场 外国打下半场 外国打上半场 英国打上半场 外国打下半场 中文章 这位建议